辽戴的泽州曾是宋辽古裔道上的重要节点 这里是平泉的古道文化展示馆 平泉的古道文化在这里被复原被纪念 近千年前 辽与北宋之间频繁通史 在平泉留下了很多历史故事 在古道文化展示馆不远处 就是泽州武艺站铁江馆 晚中演绎了这样的历史场景 宴席上工筹交错 主人劝酒与宾客互给面子 这是辽朝官员在接待来访的宋史 王安石曾将这一幕 写进自己的北客制酒诗中 酒汉重史烧玉起 小胡左耳争流连 这样热门的劝酒场面 曾让北宋史臣毕生难忘 不过在这种看似轻松的场合上 却也曾因为文化差异出现摩擦 游牧民族民风豪迈 视豪饮者为真朋友 宋朝官员则讲究小酌怡情 注重的是世人风度 很多时候宋史若是顾及风度 在辽朝官员看来便是失了礼数 因为在宴席上骂人 刘汉最终被贬官 这种惩罚也足见北宋朝廷 对于辽史的重视 禅渊之盟后 宋辽迎来了一百二十多年的和平 两朝聘史不断 累计达一千六百多人 欧阳修 王安石 有着包青天之称的包整 审阔 这些史书中闪耀的名字 都曾列于史团当中 他们也都曾在平泉留下过足迹 这和平泉独特的地理位置有关 当年北宋使者进入辽境后 通过两条异道前往辽中经 其一是吴北口 鞍平 隆平 隆化 成德到达泽州 其二是松平路 从通州 济县 石门 尊化 西风口到达泽州 两条异道在泽州相会 宋使会在泽州落脚 然后去往辽中经 辽朝的时候 它是中经的一个下辖的 有点像陪都之外的一个重镇 到清朝的时候 它是陪都避暑山庄之外的一个重镇 今天它又是精进机一体化 这样的一个大战略中 北京的一方水土涵养地 一方政镇 作为拱卫中经的重镇 和宋鸟古一道上的重要节点 平泉见证了近千年前 那段交往和交融的历史 清朝历代帝王北上沈阳 就曾从这里经过 平泉市境内的南五十家子 和北五十家子 相距五十千米 正好是马跑一天的距离 清政府在从北京到 蒙古地区的交通节点上 设置驿站 每个驿站安排五十户蒙古人家 专门负责的信息传递 人员迎送 这就是南五十家子的由来 北五十家子的这座寺庙 大约三百多年的历史 清朝来往于意道上的 藏传佛教信众 就曾在这里虔诚离佛 如今南五十家子依然是蒙古族聚居地 拥有河北省唯一的蒙古族中学 时代让武艺道发生着变化 这是施工中的精神高铁平权段 不久 从平权到北京只需要四十分钟 高铁将为平权带来新的速度 在祖先用双脚开辟出来的道路上 依旧车来人往 熙熙攘攘 新一代人正走出不同于以往的节奏和步调 不变的是这块土地上持续流动着的 永不枯竭的魔力